记者01章嘉义报道,下届嘉义县长明进党党内初选火热,参选人农委会前副主委翁张良昨晚在东市乡举办说明会有超过千人到场支持,参选人嘉义县议长张明达明天将在位于太保市的创新学院举办宣誓造势大会,原表态参加初选的太保市长黄荣丽预定出席并将公开相挺。 宣布张、黄整合成功 翁张良昨晚在东市先天宫前广场举办前进,新嘉义说明会立委陈明文蔡毅于极限议员江梅红,东市乡农会总干事张淑芬等地方人士到场相挺,立委庄瑞雄及台北市议员阮昭雄就讲,翁张良在场说明参选嘉义县长的新路历程及对地方乡镇的发展愿景。 由于现场寒冷人涌入1200人,让翁镇影颇为振奋,本周三于梅山香将再办两场大型说明会进行造势。 张明达则参与嘉乃集团马拉松公益录跑开幕,并到新港乡参加新港舞告赞特色农牧产品系社区志工表扬活动。 他说,新港舞宝式番茄、天娇、杨洁耿、娇智桃及新港堂也是志工精神中关怀、专业、服务、利他、助人等五个核心价值。 强调新港除丰富的物产外更兼具人文特色,现场则有新港乡长林茂盛等可以同向民众争取支持。 张明达明天在创新学院的宣誓大会是宣布参选后首场大型造势预估场内400席座位将起报座无徐席现身出席的议员江镇市长江市焦点原表态参加初选的黄荣丽预定将上台说明不参加初选转而挺张的心路历程。